5月28日上午 幸福家庭快乐一生 园游会在草务道热闹展开 现场共有128家摊位 加上周末假期的好天气 吸引许多台中市民 席家带卷钱来采接 台中市议员杨正宗 社会局主名廖宗侯也特别到场祝贺 此次园游会主要目标为 倡导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的核心价值 台中司令堂杜明达牧师说 盼望整个台中因为上帝的爱 赐福给家庭 让家庭成为我们城市进步与发展的基础 也期待每个年轻人进入到各行各业 带来城市的兴旺 所有的市民朋友共同的来参与 2016年台中市幸福家庭快乐一生 现场也在主持人的邀请下 所有游客贵宾一同牵起手 大手拉小手 高喊幸福家庭快乐一生 以上是国度复兴报大手拉小手 幸福家庭报道 arch一点 保护 teachers 真的很短 大家好 云长 師范 音乐 瑶